富邦漢將上季開季來勢洶洶 尤其在吸收張正偉 蔣志賢 兩位忠信兄弟球星後 先發打線排開相當豪華 無奈卻無法實際反映於球隊戰機 最終競技54勝66敗 排名聯盟第三 並在季後挑戰賽遭到統一失淘汰 其中一大因素便是強達火力不足 尤其林一拳和林哲軒表現不弱以往 高國輝則是殷傷所苦 漢將上季全隊全力大僅有86支 在聯盟競賠莫作 關鍵時刻欠缺一棒集權的能力 讓漢將求勝 整天不少 我覺得這三位打者其實應該 整體來講說 只要有正常的好表現 我覺得他們 以他們的經驗 或者他們實料 其實今年的開始應該不會差別 差在哪裡 只不過像我們剛剛所提到 除了打線的有稍微比較 年紀比較大 我覺得要適當的找回他們的長打 他們的 從去年到今年 他們的長打的頻率 其實掉得很快 所以這部分如何讓他們的長打 其實又有點事實的發揮 其實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對他們是比較重要的 林一拳 高國輝和林哲軒 若能保持健康 找回穩定狀態 搭配張政委 蔣志賢 加上擔當二游防線的王政堂 余孟奎 另外陳品傑 林衛廷等人 也能視情況補上 漢將主力野手戰力 依舊相當可觀 不過相對之下板燈戰力就略為不足 上季代打團隊打擊率僅兩成一八 十分不理想 拳季合計一百一十打數 更是僅有七分打點進仗 如何培養年輕替補戰力 也成了漢將一大課停 富邦他有個習慣 其實他希望他的新人養成時間 其實是比較長一點 他不太像拉明哥一樣 他們很喜歡嘗試新人 但是相對從另外一個角度 他們也必須得擔心到一點說 他們以很多主力野打的年紀 普遍都開始慢慢比較多 都可能要到三十四 三十五歲來 那接下來這些階梯的年輕選手 有沒有辦法在很快的時間上面 做階梯 也是富邦在打線上面 我覺得一個隱憂 在球團大力投入資源下 漢將每年的表現都會受人期待 如何在戰績壓力下 持續培養出球隊可用之兵 會是漢將教練團新球季以大考驗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